第二場五班千四米,有一堆海軍斗水兵的局面 選擇一二號的縱伏者 上次季內初出,潘明輝跑 放下放下回來就開始見輸勤 當然對頭馬陸上飛前不是太大威脅 這次試好閘,但放了蘇兆輝上去 我覺得這次再放得出,配合跑道形勢 有機會一放到底 加強配搭是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選擇10號的得賞 前一次就緊緊輸給程狼拍檔 上場再是熱滿,但就輸了 完全跑路不知什麼事 趕快步速不合發揮 潘頓對這隻低班馬不離不棄 這次整排馬就打王牌上陣 也是說過,葉祥這次手馬差不多每隻都留意著 有些邊線,這些得想應該都會熱 所以上場輸了 潘頓肯定這麼多心機都還未贏的馬 一定會搏到明白為止 6號的伊斯堅 又是上場輸給得賞 上場輸給得賞 都叫跑第五回來了 上季尾開始,養好健康之下 都表現很穩定的 今季三次全部都有獎金 劍跑第2、第5 都不是輸太遠,表現穩定 頭過一頭,今次放雷神上去 是12檔窄細少少的 希望騎士可以幫到這隻馬 正頭正路要選擇 現出穩定的馬 9號的衛利贏 上場要跑第3 當然對頭馬被前面那隻 鱷林天下走掉就沒什麼威脅 壓到後面那隻 紅方進驅 再回來草地 上季唯一的賢馬路程 你見他近兩場狀態都跑氣 輸得很近的兩場 上場當然明次很近 不是輸得很近 今次回到上季唯一的賢馬路程 有個好檔 我覺得也有機會偷下雞 這隻比較弱組的場合 選擇大師傅的馬 2號的縱覆者 6號的伊斯堅 10號的德賞 和9號的衛利贏 12號的韓門 1號鑿